悲难主企业家南闲天宇苗栗地区的善心团体 30号来到台东悲难国中参访 并捐赠奖助学金给学校棒球队 希望挹注资源协助基层棒球运动发展 应该大家所有的工人来关注这样子的一个 如何来培训我们更优质的棒球队友 南闲天表示目前先一棒球选手有很多来自台东 国中基层棒球更是培育优秀选手的摇篮 希望贡献一点力量回馈母校 而校方也希望学生们获得帮助的同时 也能学会感恩 孩子能够学会 就是说当一个学长 他在毕业之后有优秀的表现 然后回馈到学校 那这样的一个举动 其实会代表孩子之后 当自己成为最好的自己之后 也能够有能力去照顾学校 变得国中棒球队近年来比赛成绩优异 同时学校也获选教育部体育班既有肯定 南闲天也期待能借由抛砖引玉 呼吁更多人关注基层棒球运动 原来是新闻我们GEC的特曼台东市长华道